大家好,欢迎回到欧洲凯诚目里2 接下来试玩一款复古风格的整车 来自Platinum Design Truck 然后它这个车的原型是一个瑞典的公司 名字就是这个名字,我并不会读 然后这公司好像也是个老牌的公司了 它这个红配绿的涂装也真的是用了好多年 这公司最少是1959年创立的 当时是不是涂装我不知道 但是再往后一二十年好像就有这个涂装了 一直到现在,现在的新翠这种复古的风格 我靠这个云几点,2点43 我本来是晚上想试一下灯的 然后也不知道这个朝霞还是夕阳 这个时间朝霞的概率稍微大那么一点 对,是的 2点43的日出 结果在太过于离谱了这个颜色 梦幻,好 灯的效果倒是还行 可能还是环境不够暗 那看着就是从后边看还是比较普通的 这车就主要还是车头前边稍微有一点 不太浮夸 整体还是不要 对于那种复古改装的车来说还是比较简洁的 其实它并没有加特别多的灯 然后这是一个R系 应该是520马力的 一个R520看一下参数 对 然后这公司的话好像有三二多台车吧 还有沃尔沃,别的车型我都不知道了 然后它公司的业务范围还挺广的 基本整个瑞典包括德国一些 然后它能运送的货物也有很多种类 这次是一个 我不知道这个挂车能不能隔热 还是就一般的挂车 运送的货物是你们非常熟悉的预避服务器 11吨当然是假的 就这个车应该有25米了 它这绝对不止11吨 就哪怕后边那间车厢 我觉得都能装不止11吨 何况车头上还有个箱呢 那不重要 不管这个 这就当是有货的 然后目前所在的位置是瑞典的特雷勒宝 也是这一个公司的总部所在地 然后我的一个货是个旁边这个公司拉的 但是它那个公司停车被有点太离谱了 就是它接货的地方在货厂的正中间 我就给挪出来了 挪到了这个港口这 然后这次往右绕一下路走这边过去 这边还没走过 正常应该是走这一段 但我这一段还是灰的 之前可能开过 但这个存档还是灰的 那就来探一下 在这个服务区或者说加油站休息一下 第二期再来看网络刘布萨拉 途径首都市的格尔摩 OK走 这车也是有开管的音效的 呃内饰也是都有包袱 车顶这个氛围灯属实实有点 有那么一点吊散的 我天 看看别的地方 并没有改的太离谱 虽然说包了一层内饰 但发现盘什么的也没有 去包成其他的颜色 在 对于改装来说还算是比较间接的 听听声 新斯坎尼亚这个怠速属实够低啊 500 其实也是一个熟悉的声音了 排泄在哪边右边吧 一般都看不见了 不管了 泄压的声音很爽 然后音频 行不用动 就这设置 一个比较均衡的设置 那走 货厂在隔壁 不是这个隔壁 这边 诶哪呢 啊后边 后边那个water那吧 看一下 从这接的货 它这个默认停车位是直接 处这了 停停停正中间 行 这时候我之前试试有点容易空转 它这跨挡车速太高了 其实这都 这都是滑了 我不知道它这轮胎的那个抓地地做的 还是因为什么问题 但这种车的轴轴的布置确实还是比较容易空转的 毕竟后边还有截拖车 然后主车是六成二的 三轴车 赤动走在中间 这种确实比较容易空转 但我不知道它为什么 就 这种一般的干地都会空转 可能是低挡位下动力确实太低了 但它也就500多马力 这要是1.48的话就有那个ABS和ASR的模拟了 这车是更新到1.48了 所以说那些东西应该都有支取 我靠 我擦 这拐个弯能不能拐小点 你卡车拐那么大弯 我要后左右转向我就能过去 但是我现在可能够像 但是我又不想让它 因为它往右搬A把这 它就过来了 但是它不搬A 我估计 应该会蹭到 但是我又不想 我又不想躲 那就走 蹭到就算蹭到了 没蹭到那就是运气好 反正我有无损 你有没有我不知道 走了 他这个可能是发动机的那个变速箱 不是对 发动机的那个 他有一个换档 转速方面的参数可以改 他可能改的比较高 导致他换的转速很高 那跳档也是跳的很多 147那么跳的 我没有跳到6了 如果油门给的深一点 可能跳7档了 主要怕的滑 我也没踩地板油 这光线开不开远光 也区别不大 前面环岛 开也行 你看 它始终走着滑的 简直是 滑的一批 看着车挺长 但开起来也不太难 还算灵活 怎么巴掌地板油都会空转啊 我总觉得这个他这个二轴 不知道是不是像 就是版本向下见容的原因 因为我目前还没升一点48 这空转也太离谱了 他反倒不会用低转速 这边线速70 上手动模式上12档 按理说是可以的 才1000转 也没有低过1000 寻个行 还开一下远光 多少点暗 但是开远光 那目前也照不太亮录了 能看清台远速的牌子 毕竟目前的光线还是 有点的 这不是那么黑 前面有环道 但凡加上发动器制动 这个制动力 就不行了 也不是不行了 就是会空转了 感觉今天开的好佛 跟没睡醒一样 又有环道 满街环道 根本不想加速 好佛 又有环道 前边要向左 进了一个什么城镇 并不会毒 天还是亮起来了 几点 是太阳 阳光 光速出城 还是会滑 很怪 四点 对于北欧来说正常 这日出时间倒是对劲 不过 这其实也没有很北呀 这其实在北欧的南边 北欧的最南边 我在瑞典最南边一个城市 不一定是最南边 但游戏里边是最南边的城市了 看看油耗 这车600升油箱 嫩点 47个 嫩点 你这车头底盘那么长油箱 嫩点 可以油箱咋也得能上千 12档硬币上去 还可以 劲儿还有的 那头瞄总感觉视角不太对 可能是他那个有那个视角的移动 应该没事 这边到底限7080 可能这边卡车限速70 但我估计我记得刚才看限速板是80的 估计应该是收载货的限制导致的 还是大车就限70 就真不知道 他也没有多个限速板 还真就70啊 前面还有摄像 没事 我目前速度75 还不到我 前面途径克里斯蒂安松 克里斯蒂安 不是 还不是松 什么地方 克里斯蒂安斯塔德 克里斯蒂安松好像另外一个地方 反正有这个地名 我有印象 斯塔德不是城市的意思吗 我不知道瑞典语啥意思 但是他这个发音很像德语的城市 但我总觉得应该差不多一个语系的吧 是不是 这不知道 不是的话容易被打 我赶紧去 我觉得欧洲那边语言都会多少有点相似 能猜出来大概的意思 一些同语系的小语种 其实互相猜不同语言的单词的意思 也应该不是太难 还是能猜的 斯卡尼安博吗 见个上边 不太虚 就是我想往 也不能说想往下看 也不能也不能说他就不合理 但我其实还比较适应捕盲镜的下边 因为他盲盲镜的话 能看到的那个车下的距离 其实也是更近的 就有的车盲镜可以调到 能看到前轮 所以说 这斯卡尼安在上面 我反倒有点不适应 这边限速好像没变 能做个弯多少减点 这种纯挂虽然说有四个轴 但我感觉还是不如半挂稳 好 限速七十了 走走小路 这边应该就是官方的斯卡尼安博压半岛的地图了 是不是我也不知道 超年装promos 已经完全记不住了 哪是哪了 前面有个大家伙 前面有个大家伙 虚线的间隔 这个肯定是可以朝车可以变道的 但刚才那个长的我感觉 悬 其实老早就有这个疑问 最开始出北欧地图的时候 就有这个疑惑 但是我一直没去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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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上坡吧 這個有號 先速70 不是很想減速 但我這邊不用打燈的 應該是那道往裡邊 這小路這個坡 估計不太能走卡車 定的速嗎 感覺我臉上前排車了 前排車也很遵守先速的 前面有車速 就怕你彎道超速唄 這車速很貼心 他這個排氣應該是有發門的吧 所以我估計正常開應該可以給他關上 你正常開這音效吵死了 耳朵蛇了 他這個 他個兩號碼 火輪聲音出來了 先速回到80了 再加個檔體速還能快 這這麼短 這是給那種動力特別不夠的大車預備的坡吧 預備的這個車道吧 也太短了 這下坡多吵 對面這個坡比較頂 對面爬坡可差了 這下坡衝到100應該都不成問題 啊 這車下車怎麼這麼靈 不敢踩了 下車也太豪雪了 等會兒 老瞅一 真的在跑地 一檔不要踩地板油 靠 跑地跑得也太狠了 哎呦這視角怎麼回事 哎咱們立光 喔 靠地 哪 多好轉呀 就 滑 絲毫不敢踩 可能还得是视频开头 那种特别佛系的开发 适合这个车 我对这车他没有那个 就是装那种摆摘的点 去让我养只猫 这次我没有猫了 先速80 现在6点57天已经完全亮起来 所以国内这点天也亮了 你们的服务器起飞了 你们的服务器起飞了 还是得等上一代48玩这车 等一代48更新的吧 主要现在一上1.48MOD就好多不兼容 这一档怠速能上去吧 好像可以 本来就滑那么高转换到 看看还有多远 458 那估计还有一百多公里能到 那个加油站 油应该是不用加了 这车就算油箱再小 跑这个七八百还是跑得下来的 刹车真的挺定的 不怎么点头 估计也是因为底盘长 按理说悬浮架是还是会点一下的呀 他可能不敢做太软吧 巴加尔许 容易磕到后边的那个箱子 有可能是这么个原因 挂车有护板吗 没有 那这是啥法规 车头有护板 好 出了场继续飞 没得这边线速再高就走巴雪了 没得这边线速再高就走巴雪了 好 看 它可能是往后一个还是试试的 对方是什么 对面的绿色是啥公司 啊 麦芬布斯 绿色的老头装 也不能算老涂装 是我俩公司 后来合并的 还是谁收购的谁 这我也没研究过 失去了对于问题 探索问题的欲望 这个问题我也老早都有了 就我刚玩旅吧的时候 不是 刚玩常客的时候 我就有这个疑问 我一直没查 游戏里边这个模型 他AI车模型不太行 我靠这车多大忙去 我坐哪啊 差点地板又飞起来了 俗事不敢猜 施工 前边卡车提速点慢 我在二十多米 个单驱车都比你们跑得快 也不能说单驱 前面车也单驱的 但是对于一般四层二底盘来说 比我这种三轴 还是没有修路 比我这种单轴的 三轴中间驱动 还是要好一点 不会像我这车 那么容易滑 包括三轴的公交 雨天起步 其实也有可能容易滑 雨天 但 但 但我这车 这路挺干的 可能还是车太重了 这车的重量级和公交 那不是一个级别 是 斯堅尼亚的广告 这哪效商呢 快到了 怎麼感覺在對面呢 啊對 不在了 我現在看了地圖了 好 在這邊有點小 尷尬了 我想想挺小 倒拳掛那可不是我的強項 怎麼選了這麼個地方 再來一點 稍微甩正一點 就這樣 這麼停的會不會有點擋視線呢 其實也不會 因為我右邊也不會出車 我試一下 倒著玩 現在倒拳掛的話我應該是要 往這邊打 打死 好 回 不對 回早了 回多了 回多了 等會 停停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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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方向揉不過來了 挂車應該 容易懲傷了 到队里上了 没事 现在就已经可以甩正了 所以说还是停到他线外边 但是基本上停正还不是问题 就这样吧 比刚才好 不到的 这玩意太难了 你得注意他中间这个小轴 小小小的那个按座 然后还得微调方向 不能像我刚才就是一种打死 最开始可能说打死 但后来的话就是 也不能一直打死 不然他这个小安卓太灵活了 行行行 这样那么这期视频 最先到这里了 下一期继续 王辈 还有381 OK那么感谢大家 关闺我们下期再见 六七了 不行 这音小偷呢 我们下期再见 6000 7000 7000 7000